KEMA刚刚推出了六种全新的动画效果 让你做出来的影片简报更具有创意性还有趣味性 这期影片就会完全展示给你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放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创意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这个KEMA的全新的动画效果 只能够在简报 社群媒体 还有影片 这三种文档类型里面才能够使用的 那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影片的文档 那现在我就进入到了影片的编辑器里面了 那这个动画效果只能够运用到影片还有图片上面的 那现在呢我首先需要加入一个界面颜色 当成是背景 我可以选择照片 然后呢搜索界面颜色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界面颜色 加入到我的画面之后呢 右击 然后选择将图片收为背景 我可以调整一下显示的大小 然后呢我可以加入一段影片 选择影片选项 那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在这边就交入一段影片 调整它的大小 那现在呢我可以选择这段影片 再选择动画选项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全新的精选动画了 它总共呢是有六个的 第一个是笔刷 你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当你选择这笔刷的效果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可以让你进行更多的条件 比如说它动画是进入时候的动画 还是说退出时候的动画 它都会有不一样的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两者皆是 那你再看到底下还会有风格选项 那这边呢总共会有四个风格 第一个呢是弯曲 第二个呢是野生 就是有个明显的不一样的风格了 第三个呢是沾墨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风格的 然后呢是漩涡 那如果说你想调整风格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环冠的标志 这代表呢你是需要选择到Campo才能够使用的 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呢 去获得Campo的30天的免费使用 你就能够去尝试调整这些动画的风格了 那第二个呢是墨水的动画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 那也是一样你可以调整 动画是进入时的还是退出时的 那底下呢也是会有调整风格的 比如说渗透的风格 流动的风格 战犯的风格 渔滋的风格 你可以看到风格都是非常的有差异化的 还有呢数位动画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边呢你可以调整成三种风格 置中的 线性的 以及呢散步的 接下来这个喷漆动画 那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调整两个风格 一个是凌乱风格的 还有字母相框风格的 还有呢素描动画 可以调整四种风格 填满画面 擦拭 刮擦 扭曲 以及呢 渐层动画 那它能够调整三个风格 圆形的 方块闪现的 以及呢 线条动画 那大家都是能够去发挥不同的创意 去给你的影片去增加不同的动画效果的 那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 比如说我做出了这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样的效果呢 也是比较容易做出来的 那对于你展示产品的时候呢 是有个比较创意的效果的 那首先呢你可以加入这个黑色渐变到灰色的这个渐变的背景 然后呢你可以添加你的产品图片 然后选择这个图片之后呢 我需要把它变成圆角 选择这个边角圆化 调整一下 然后呢需要复制一个右肌选择复制 在右肌选择贴上 就可以看到就复制了两张图了 然后在底下这张图呢 需要去调整一下它风格 选择编辑选项 然后呢这边有个双色调 这边你可以调整成不同的风格 那我自己呢是选择这个mono风格的 就可以看到就变成这样的风格了 然后呢把刚才正常的图片 去放到它上面 并且呢加入个动画 你可以从这边去选择任何你想要的动画效果 那这边我尝试一下 素描这动画效果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我可以调整个风格 比如说刮叉 就可以看到就刚才这个效果了 那可以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还有呢你可以是做出这样的效果的 特别适合于你拍Vlog影片 可以看一下效果 那想要做这样的效果呢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呢你需要加入一个背景 然后呢添加你的影片 在这边呢我就添加了这段影片了 然后呢可以给影片加入个动画效果 这边呢我选个墨水 就可以看到就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那底下呢你是可以调整风格的 比如说渗透 流动 绽放 还有呢鱼子 就可以达到出这样的效果了 还有呢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这个效果呢也很简单 首先呢我是准备了这个街头涂鸦的图片了 然后底下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有个渐变颜色的背景的 那我现在加入一个背景 然后呢再添加这个图片 接下来呢再添加动画 我可以选这个噴漆效果 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那你可以选择凌乱 或者是呢字母相框 就能够打造出这样的效果了 再来就是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也需要有两层的 第一层呢是这个水母的画面 然后底下呢你可以看到 会有一个这样的跟它颜色相似的背景 那这边我添加这个背景了 然后呢再添加水母的影片 把它放大 还是一样添加个动画效果 这边呢我可以选个墨水 你可以看到就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就可以让你画面会有不同层次 是更加丰富的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Canva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波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帮助 喜欢我们这部影片订阅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我IG能够和能够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